同6年前比较 更多人认识社会企业 并且向这些企业购买物品或者服务 然而社会企业却没能将非买家转变成为他们的追随者 在过去几年非买家的人数维持不变 电器坏了先修理 而不是直接把它丢掉 这个由社会企业永续生活研究所支持的计划 希望能够减少浪费 最近一项对近2000人进行的调查就显示 越来越多人对这个计划感兴趣 调查结果在新加坡社会企业中心的大会上公布 调查显示 受访者当中65%能够正确将 三家社会企业中的至少一家正确归类 在2010年能这么做的只有13%的受访者 6年前只有22%的受访者会向社会企业买东西 今年这个比率增加到35% 主要是潜在买家终于出手购买 一些机构也开始向赚取盈利和社会使命这两大目标 逐渐靠拢 Или出手购买orn intent提供厂地